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只是亮相 其实并没有公布其具体的价格 年底才会正式的上市发售 但是目前网上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在说这个预估价在27万到36万区间 那对比这台车在北美的当地售价 以及相同平台 相同动力总成 哈兰达在国内售价 网传这个价格其实在清理之中 但也是让人非常惊喜的 因为老款车型的价格比这个可贵多了 在这个价格区间里 赛纳是一个非常强的选手 正式上市以后 新车的汽车周期会有多久 需不需要加价 我觉得完全可以参考目前哈兰达的状况 并且随着全球芯片短期的影响 国内消费者对这台车的观众成功来说的话 我预估真正上市之后 应该会出现这种供不应求的现象 这也直接会影响到老款车型 以及其他MTB的行情 那老款车型的价格会暴跌吗 首先我的观点 暴跌是不大可能的 最起码近半年是不会的 你要知道 在新款没上市之前 上一代赛纳根据不同的配置 这车新车价格还到四五十万 甚至是有段时间卖到过六十多万 那现在二车上的行情 最早一批2010年2011年的车 3.5的赛纳 也都在25万以上 大部分都集中在30到45万这个区间 再新一点的还有五十多万的 那作为二车商 之前收车 就是参考平进口车的新车提车价 那这些都是大家花真金白银买回来的车 比如说新款上市了 这些车上大家亏本出售 甚至亏很多钱去卖 应该也不太现实 因为这部分车存在 因为新款上市还有一段时间 并且老款车型 有一个新款不再有的3.5升V6发动机 所以车就会有一个价格惯性在里面 近期的价格不会跌得很厉害 但手里有三辆的同行朋友 肯定也都在想方设法处理一下这些车 那这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这个车商不省的卖 消费者要保持观望的态度 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老款赛纳的行情会跟现在的陆寻 华多一样 处在一个有价无视的状态 但是市场这个无形大手 会通过时间把它打回到正常的行情 那老款车型价格到多少才合理呢 其实目前看来啊 全球赛纳几乎保留老款车型绝大部分优点了 它这个标志性的打开第三盘 还有超大的后备箱 零后多变的空间 以及没有那么商务的外观等等 这个唯一缺少的可能就是3.5升V6发动机和4G系统了 但是混动系统带来的低油耗 以及低的车船税也是挺香的 所以新款看来啊 并没有太大的硬伤 这导致老款不太会 或者不应该卖的比新款贵很多 即使新款国产了 所以我觉得啊 这种老款车型合理价格区间 应该和新款车型价格差不多 整体维持在40万以内 这还是算着新款上市供应求会加价的情况 再有超过40万 甚至50万的价格 我觉得已经非常不合理了 但是因为赛纳本身的车型定位和口碑 这些车啊 你说要降到十几万 近几年也不大可能 所以合理的价格区间啊 应该是老一点的 才20多万 年份特别新的 接近40万 这样的一个区间 那现在等不及了 要不要去买平行进口的新款呢 我查了一下网上的新款平行进口的行情啊 基本是50万起步 LTD四驱版 接近60万 虽然在不断降价 但国产的预测价格比起来 其实也是很夸张了 之后发生了一个很罕见的现象 以往呢 都是平行进口车在限制中规车的价格 这次反过来了 中规车开始让平行进口车降价了 其实进口版和国产版 目前看来配置差异并不大 国产除了取消了这个第三排的儿童作业接口以外 其他都算是不努化的改进了 最重要的是啊 国产版有质保 无论是整车质保还是混动系统质保 光这个质保 我觉得就能打消很多人去买瓶进口车的这个塞纳了 现在手里有新款塞纳的朋友心里一定不好受 那最后说说塞纳国产会对其他MPV有什么影响 塞纳在北美最大竞争对手 其实是克莱斯特大捷隆 我们卖过几台大捷隆 这真的是一台非常优秀的车 但在国内啊 克莱斯特的保值率其实很低的 所以二手大捷隆的价格其实都不贵 塞纳国产对电视率很高 对大捷隆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那对于弄的经常做的这些 有一些年份 说要在十几万到二十几万的这个夏朗 奥德赛 爱立生 G28来说 基本也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差价还是比较大的 可群体不一样 那有影响的是哪些车呢 应该是那些准新的混动奥德赛 爱立生 然后准新的高配G28 这些车价格比较接近 在没有赛纳这个竞争队友之前 保值率都出奇的高 有了强劲对手之后呢 保值率可能会有所下降 新车价格呢 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坚挺了 但赛纳这车啊 我也可以预测 它的保值率也会出奇的高 所以呢 近期想买MPV 如果不快有赛纳的话 该买啥还买啥 受不了什么影响 想买赛纳的 又早早交定金排队 以免后继还要加价 好了 那这就是本期长谈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选购MPV有帮助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